第164集 原来是我惹兰儿不高兴啊 我检讨 我认错 不过 能换一种惩罚方式吗 天这么冷 一个人睡觉不暖和 来 我让你打一下 再不解气 我让你咬一口 李明云好脾气地哄他 伸了手避在他嘴边 人男毫不客气地抓过来 一口咬上去 却是舍不得下重口 气馁地又拍掉他的手 无解了被子不理他 李明云心笑 兰儿还是心疼他的 便大了胆子 把人捞进怀里 来 我来猜猜 兰儿在恼什么 连男扭念了下 终是抵不过他有力的臂膀 只好郁郁地从了他 这家伙 大半年不见 力气大了好多 兰儿肯定是烦恼 这个林将军 怎么这么烦人呢 有完没完 就算他再有理由 又怎样呢 能让死去的人复活吗 能让时间倒流 从头再来吗 都不能 所以 能这么轻易地原谅他吗 不能 可是万一你招架不住 怎么办呢 岂不是便宜了他 所以 你很烦 我说的对吗 李明云笑微微地说 连男没好气地 弯了他一眼 错 我压根就没想过 要原谅他 绝不原谅 永远不原谅 好 你说不原谅 就不原谅 让他后悔一辈子去 谁让他倾信了别人的话 谁让他不动脑子 谁让他这么快 就另取新欢 他活该 咎由自取 美好下场 李明云顺着兰儿的话说 连男老哼道 你在他面前 肯定不是这样说的 你心里也肯定不是这样想 哪能呢 我真是这样想的 李明云叫起屈来 谁信你 连男翻了个白眼 嘟囔的 你说 咱们俩的命 怎么就这么差呢 都团上这么个不像话的爹 不过相比起来 你爹跟我爹 还是有不同之处 我爹更恶劣 他那时削尖了脑袋 想着怎么骗财 怎么骗色 明知故犯 不可饶恕 而你爹 错在不察 不过话说回来 若换作是我 就算明知道自己的大姐不是个好人 也很难想到 自己的亲姐姐会拿人命生死来骗自己 我听你哥说过 当年闹饥荒 的确死了很多人 就算拿恶嫖遍野来形容 也不为过 在那样的情况下 你爹信了你大姑的话 也是情有可原 李明允平心而论 人来恼了起来 你还说帮着我 你听听你说的 竟是向着他 李明允裴笑道 我哪是向着他 不过是从局外人的角度 来分析看待这件事 照你这么说 他还有理了 他既然知道妻子儿女不在了 怎么也该为我娘守孝一年吧 这是最起码的 可他呢 没过几个月就娶了田房 这叫什么 这叫没心没肺 活情寡义 我娘受的那些苦 太不值了 列男激动地反驳道 李明允苦笑 你也知道 林将军回乡探亲时日不长 马上就要回边关的 沙场血战 刀剑无言 你也见过 谁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 就马哥国师了 林将军想为老林家留条根 这种想法 也无可厚非吧 林允一咕噜坐起来 十分严肃地问他 那我来问你 如果一地而出 死的是我 你也会为了你们李家留后 转而去娶别人吗 李明允忙道 那怎么能比 你我是情笔金尖 是经过无数考验 你是我这辈子认定的 而且是唯一的妻子 除你之外 我谁也不要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 我都不会再找别人 这就对了 那你觉得我还能原谅他吗 林兰气鼓鼓地说 李明允拉他进怀里 怅然感慨 兰儿啊 你以为这世间 有几对夫妻是如你我这般恩爱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 你我心里是只有彼此 甚至把彼此 看得比自己的性命更重 兰儿啊 所以我们是幸运的 能和自己爱的人共度一生 可这世上 绝大多数的夫妻 他们的结合 只是为了完成人生大事 为了传宗接代 上一季祖庙 下一季后世 夫妻间能够相尽如宾 相濡以沫 便算是好的了 更有甚者 同床异梦 三妻四妾 也是寻常的 你认为林将军薄情寡义 我只能说 他爱你母亲 爱得不够深 也许他对你母亲的感情 就仅仅是一个丈夫 对妻子的感情 我不是说他对 但这 在大多数人眼里 是可以理解的 林南忽然觉得很悲哀 他不得不承认 明允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都怪这万恶的封建社会 女人就要从一而终 丈夫死了改嫁 都要遭受世人唾弃 而男人三妻四妾 反倒是身份和能力的象征 男人死了妻房 就可以再娶 你不娶 人家还替你着急 实在是太不公平 太邪恶了 可他偏偏来到这样的时代 怀里的人忽然没了声音 李明运低下头来 修长的手指勾住他的下巴 迫使他抬起头来 对上一双无限感伤的眼眸 李明运低柔地说 别人怎么想 我们不管 我只知道 此生有你足矣 一生一世 一双人 多不容易 所以 我会好好珍惜 明运 林南南过着 感动着 是啊 多不容易 多么庆幸 让他遇上这样的人 一个懂自己 爱惜自己的人 李明运爱恋地 扶着他的面颊 暮色温柔地 似要滴出水来 暗哑着 老儿 别难过 我想你母亲最大的心愿 并不是夫妻团聚 而是你和你哥 过得好 他若全下有之 一定会很欣慰的 林南把头埋进 他的臂弯 眼睛酸胀地难受 母亲 如果您全下有之 您会原谅他吗 李明运 抚着他柔软的头发 温和道 老儿 不用为难自己 不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林志远君作风 雷厉风行 没两天 就传出临山找着了 同时还抓住了 绑架临山的贼人 据贼人交代 是秦家指使他们这么做的 林志远带着公子 一撞告到了狱前 请求皇上为其做主 并扔出一个重磅炸弹 李家二少奶奶林南 乃是他失散多年的女儿 京城一片哗然 大家都知道李明运之期 原是一鸡鸡无名的乡野村妇 如今忽然成为宁国将军 失散多年的女儿 成了将门千金 如此类奇曲折的故事 怎能不叫人惊掉下巴 怎能不引起人们的好奇之心 这其中 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林南得知此时 气得直冒烟 好个老东西 居然给他来一招先斩后奏 他先昭告天下 如果他坚持不认父亲 岂不被人说成不孝 老东西这是想用舆论的压力 来逼迫他就范吗 李明云也怪林将军操之过急了 兰儿这倔脾气 一若慢慢地跟他说 动之以情 或许还能行得通 这样冒冒然地昭告天下 把兰儿推到风口浪尖 只能让兰儿更加反感 李明云费了许多口舌 才劝住林南 容他先去问问林将军 这是何意 林峰也听到消息 急忙从西山大营赶过来 妹子 这可咋办 林峰急了 才一天功夫 营中已经传遍了 大家都来问他 是不是真的 弄得他说是也不是 说不是也不是 不堪其仰 林南气愤道 别理他 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反正这个爹 我是不认 可是 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林峰苦恼道 林南咬牙切齿 他不要逼人太甚 要不然 我可不怕撕破脸 这事 妹夫怎么说 林南愤愤道 还不知道 这会儿他去将军府了 我真搞不懂 老东西他又不是没儿子了 为什么一定要来打扰咱们 搞得好像他有多么在乎咱们似的 谁要他在乎 谁稀罕他在乎 二少奶奶 外面有人找大舅爷 如意来吧 林峰一脸错愕 谁啊 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如意摇头道 那人只说是要紧事 别的没说 林南道 哥 你出去看看 兴许是营里找你有事 林峰迟疑了一下 起身道 那我去看看 林南在前厅等了一会儿 如意来回 二少奶奶 大舅爷走了 走了 上哪儿 大舅爷没交代 来人跟他说了两句话 大舅爷就跟人走了 奴婢还问大舅爷来着 大舅爷似乎很急 我说没貌似的走了 如意不满地嘟弄道 林南挑了挑眉梢 也许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吧 怀远将军府里 李明云暮色还算平静 口气有些冷淡 林将军 您这么做 给兰儿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他现在都快气疯了 林志远却是一脸的淡定 振振有词道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兰儿好 我昭告天下 兰儿是我林志远的女儿 那些想打他主意 企图对他不利的人 自己好好掂量掂量 是否惹得起我林志远 李明云的目光 陡然锐立起来 将军师觉得 我李明云没有本事保护自己的妻子 林志远和和笑道 明云啊 你多虑了 我怎么会这么想 我这纯粹是一个父亲 对自己儿女的关切之心 你也知道 我对兰儿一直存着一份很深的歉疚 我只想保护他 我想 你应该能理解 可您这么做 实在是有些适得其反啊 李明云淡淡道 兰儿气得要跳脚了 若不是他拦着 这会儿 依兰儿的性子 他能骂上门来 哎 我不这么认为 我是兰儿的父亲 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 兰儿一时不能谅解我 没关系 我可以等 林志远态度很诚恳地说 李明云为之气节 这也叫党 分明是把兰儿放在火里烤 油里煎 他太清楚这样的后果是什么 没有人会谴责 林志远误以为妻子儿女已死 而另取逢侍的行为 没有人会理解兰儿的痛苦 人们只会说 林将军情有可原 林将军如此大张旗鼓地 要认一双儿女 足可见林将军对一双儿女的 关爱之情 人们只会说兰儿不懂事 心胸狭隘 李明云真的很生气 他可以忍受别人对他的非议 但是他不能忍受 别人说兰儿一句不是 林志远看女婿的脸色 越来越阴沉 心里又是喜 又是惆怅 喜的是 明云对兰儿 那是用情至深 惆怅的是 兰儿真的就这么排斥他吗 人哪 把人给我交出来 我这边带走 没外传来一人暴躁的吼声 大少爷 您别急 大少奶奶和小小少爷 就在府里 这会儿正跟夫人在说话呢 老鱼好声道 别叫我大少爷 我不是你的大少爷 你少废话 现在把人给我带出来 李明云听着这声 木然一领 林峰怎么来了 林志远却是眉头一盏 朗声道 老鱼 还不快请大少爷进来 须语 林峰气鼓鼓地走进来 双目冷若寒心 气愤地看着林志远 你把金花和憨儿交出来 林志远一点也不挠 笑容慈祥 风儿 快过来坐 金花和憨儿一到 为父就让人去找你了 憨儿这小子 长得虎头虎脑 简直跟你小时候一个模样 别提多可人了 林峰见到妹夫也在 妹夫的脸色也不太好 当即不客气道 哼 我不过是个没爹没娘的野孩子 无名小卒一个 可不敢跟尊贵无比的 宁国大将军攀亲 金花和憨儿 我这就带走 我自己的妻子儿子 我自己会照顾 林明影这才明白 林将军原来不动声色地 把姚金花和憨儿 接到了京城 想拿他们母子 来笼络林峰 这个岳战大人 原来出的不止一招 设的是个连环局 姚金花那个女人 贪婪无比 有了个做大将军的公公 怕是会不遗余力地 窜着林峰认爹 逢儿 别再任性了 为父是有不对之处 为父都承认 为父也会尽量弥补 对你们的歉疚 可你们总该给为父一个机会 难道你们真的 要跟为父老死不相往来 林志元赶伤道 林峰闷闷地哼了一声 哼 大将军这又何必 您只当我们早就死了 不就成了 林志元黯然道 风儿啊 你以为为父这些年 就过得很好吗 每每想起你们母子 为父这心里 痛啊 你们是为父此生 最大的遗憾 为父常常想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为父绝不入行物 就在乡下守着你们 做一辈子的猎户 咱们一家人 能和和美美地过日子 可惜啊 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啊 风儿啊 你要信为父 为父若是知道 你们还在世上 为父绝不会弃你们不顾 林峰心里梗得难受 木然脱口而出 你也知道 这世上没有后悔药 想要我认你 除非我娘活过来 娘说认 我林峰二话不说 跪下给你磕头 林志元脸色 瞬间灰败下来 颓然地看着 怒视着自己的儿子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让他几乎透不过气来 面对咄咄逼人的儿子 他是有力无处使 有心无处用啊 哎 老林家的肿 怎么就这么倔呢 相公 姚金花听管家老鱼说 相公来了 迫不及待地赶来相见 他是做梦也没想到 林峰居然是宁国大将军的儿子 宁国大将军呀 这是多大的官啊 便是见到乡里的李政大人 他都要哆嗦了 如今他成了宁国大将军的媳妇 这一天 他都觉得跟做梦似的 本以为是林峰要接他们母子进京 到了京城 却进了将军府 见到了公爹 差点没经掉他的下巴 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 这回却掉了个天大的馅饼 而且就砸在他的头上 都快把他给砸晕了 当然是欢喜地晕过去 林峰见到金花 喜悼 金花 你真的来了 姚金花本想扑过去抱住自己的丈夫 都快两年不见了 可想死他了 可是 爱着公爹在 不好太放肆 毕竟现在 他是宁国将军的儿媳妇了呢 姚金花眼里眨着欣喜的泪花 又想哭 又想笑 又怨道 你一走就是两年 也不知道记挂我们娘俩 这次若不是公爹接了我们来 你是不是就打算不要我们娘俩了 林峰一顺惯了 我一顺惯了 姚金花 被他这么一埋怨 心就开始发慌 这 这怎么可能 林峰看看林将军 还有妹夫 不好意思哄金花 姐夫 您是来看珊儿的吗 珊儿不知从哪里跑出来 轻易地拉着明云的手 笑容一派天真 李明云知道 兰儿很喜欢珊儿 爱乌及乌 她合跃了神色 低柔了声音 摸了摸珊儿的小脑袋 笑道 是啊 姐夫来看珊儿 这些天 珊儿有没有想你兰儿姐姐 有呀 珊儿每天都想兰儿姐姐 要不是我娘说 我得躲在家里 吓吓那些抓我的坏人 珊儿早就去看兰儿姐姐了 珊儿眨巴着大眼睛 污溜溜的 像两颗水晶葡萄 税嫩的嗓音 让人心生怜爱 珊儿 你现在若想去看你兰儿姐姐 可以去了 林志远笑眯眯的说 真的吗 那太好了 我现在就要去 姐夫 您带珊儿去见兰儿姐姐 珊儿摇着李明云的手臂撒娇 李明云携帝了眼灵志远 她这是又想利用珊儿 来缓和与兰儿的关系 珊儿乖 你兰儿姐姐这几天有事要忙 等她忙完了这阵子 姐夫再来接珊儿好不好 李明云温柔的哄道 珊儿失望的翘起了嘴 眼中的光彩被失望的黯然所掩盖 低着头 轻扯着姐夫的袖子 看起来可怜兮兮的 活像个被遗弃的孩子 李明云几乎不忍 就要答应她 可现在兰儿肯定还在气头上 珊儿这会儿去 非但起不了作用 还会让兰儿更生气 所以 还是忍住了眉松口 劝慰的 珊儿乖 你兰儿姐姐最喜欢听话的珊儿 请不吝点赞